欢迎大家回到乐博体育 继续来观看决战第四节 中央将来对战澳大利亚的热身赛的比赛 中央在领先的15分的优势 进入到了第四节 我们虽然并不是全主力的阵容 但是这一招阵容的机动性非常不错 尤其是这种内外线的串联 包括今天的三分球 投的还是相当到位的 中央今天还是一个小阵容 中央第二发不中 瑞德代球过了半场 夏普 用掩护 出到三秒区的位置 没有办法再前进一步 这个回合呢 总得防守做得好 下部持球 在禁区这个点非常的尴尬 一转身面对喷生棋 比自己还要高半头 彭琪鞋交给李源 跟唐宇的挡拆 他在这边 他们在下跌 他们在下跌 这里 George 他们在下跌 他拿出了 从杠杆 然后 就在唐勒 跌在 巨杠杠杠 那么 远回到澳大利亚 George 是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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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安 把球球杨树宇高低位 反吊篮下 库内克把球给破坏掉 宇安后车步的三分 唐宇抢下进攻篮板球 继续给宇安 唐宇转身 直接上篮 好球 球打进 还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又是一个2加1 好球 罚球罚进 终于成功的拿下三分 你能不能失败 easy basket Sami Wickham for three off the front of the rim tired leg semi stir amir right yes front miss lay out to the front of the rim 方方方 方方 现在分他来到19分了 飘客 飘个接船球 那杨树宇被随犯规 哪怕一个边线球 库内克 面对张如 张如防得不错 紧紧的贴着库内克 不让库内克有任何进攻的空间 彭琳琪跟李源的挡拆 彭琳琪拦下强突 第四节 这是澳大利亚的第四次犯规 团队的第四次 这边呢 裁判是改判了 给拉大利亚的后掌球 皮奥克的突破 18号的黑人球员 那爆发力还是很好的 李源倒地 等一下 看看是不是磕到膝盖上了 李源在变相的时候呢 腿刚好是遍住来了 澳大利亚的球员的 脚上33号 斯温 原来是问题不大 李源今天拿到了9分 两个人加击李源了 扑上了满球 比奥拉利亚拿到了 皮奥克 第四节 皮奥克 这个点的 进攻 得到了加强 连着4分 杨树瑜的 这是杨树瑜的上篮 扑到底线 上得很坚决 他跟他的姐姐啊 杨树瑜 两个人都是 以速度渐长的 后场球员 但是两个人的 整体的投篮 并不是特别的好 她有一个避免 避免 避免 所有人 尤其特别的 George 然后 一打 是 打 对 玛伯瑜 正在 保护 小的 王 C.U. 你看看 那三点 撤 她 花了她的时间 她 摘了她的肩膀 她 她 看到她的球 在 她 撤了三点 非常好 64比51 这次进攻 李源 高低位 给唐玉 让下面有打进